哇塞 長這麼大 還真是第一次看到 這麼像水蜜桃的番茄 超酷的啦 而且這裡的奇特番茄 是多得不得了 除了水蜜條番茄之外 還有金黃番茄 以及帶有紅綠涼色的 芝麻紅番茄等 讓人看得是驚嘆連連 不會吧 大哥 你這個可不可以 漁木混珠 你種了這麼大一顆草莓 跟我說是番茄喔 對啊 這個是我們今年測試的 新品種叫草莓番茄 這個叫草莓番茄 台灣 給你 台灣是全球知名的水果王國 一年四季生產許多 不同品種的水果 讓民眾大飽口福 而這一次 小芒果聽說在新竹關西 有一位客家子弟 竟然在自己的家鄉 打造了一間 彩色番茄聯合國 他每年從國外進口 不同品種的番茄 一直到今天 累積得多達30多個品種 究竟這番茄聯合國裡 有哪些稀稀古怪的番茄呢 來去瞧瞧吧 不對啊 這資訊不對啊 不是說是番茄王國嗎 我怎麼都找不到那個番茄呢 南梢香菇 嘿 你好 小馬 你好 你 你 你 大哥 嘿嘿 你好 我是彭 你是彭大哥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地方是你的喔 對對對 我們這是一個 溫室的番茄王國 就是 你騙人 我就看不到番茄 番茄在哪裡 因為這區的番茄 你看才剛截軌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番茄喔 對 番茄為什麼不住在室外 又要幹嘛要溫室呢 一般來說 像我們台灣種番茄 全球都一樣 對 未來的農作物可能都要走向溫室栽培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外面下的雨是強酸 哎呀 不是栽培 而是強酸 所謂強酸就是 乳乳 pH大概是在3到4左右 一般正常是要多少 正常7是中性吧 對 pH5到6是微酸性 叫酸魚 哇 它很酸耶 對 變成說農藥要噴得很多 喔 所以我們必須走向溫室栽培 OK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栽培這個番茄 就是要離開地球表面來栽培 什麼意思 就是離開地球表面 就是我們這個番茄 你看 它栽培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高架的 欸 對 不要讓它 真的耶 接觸土 你裡面沒有 這個器皿裡面是土是不是 對 那個泥土的話 就是進口的泥炭土 或是像東南亞 泰國 印尼的椰子殼 OK 椰子殼 天然有機的 對 發酵它的養分來源 對 就放在這個花盆裡面 對 栽培床裡面 那為什麼要離開土 因為像番茄 它是屬於這個茄苛作物 是 那茄苛作物 不管是番茄啦 甜椒啦 還是茄子啦 青椒啦 辣椒啦 這些茄苛的 它這個同一塊土地上 不能連作 重一塊土地 不能種第二年 第二年你成功機率 都非常的低 所以我們必須 像我們這個 採取這種高架栽培 用完以後 第二年泥土都換掉了 因為土長的栽培久了以後 病害 蟲害非常多 那病蟲害多 你種的成功機率 都越來越低 所以你這一盆 用了一年之後 你就直接換新的 對 全部新的 哎呀 這個超級聰明的啊 話說眼前 這位挺拔的農村子弟 真是鼎鼎大名的 番茄王子彭金勇 他曾經獲得神農獎 全國十大結束青年農民 更被文件會評選為 台灣形象人物之一 彭大哥 從小就跟著父母下田耕作 更在嘉義農專畢業之後呢 跟朋友合夥經營農場 為了獲利 首先鎖定一連四季都可以收成 經濟價值較高的作物 千挑萬選之後呢 最後番茄勝出 但你看一個很特別就是 來的 歐洲的水蜜桃番茄 水蜜桃 水蜜桃就水蜜桃 為什麼水蜜桃番茄 啊 番茄長得像水蜜桃 對 非常的像 真的嗎 這個番茄 它非常的特別就是 它這個番茄 你看輕輕這樣採下來以後 它這個番茄 它的顏色超像水蜜桃的 對 最重要是哪裡最像 你試試看 毛很多 對 它上面有一個 寒毛一樣的 這個摸起來很舒服 很多舒服 很多毛 對 很多毛 你說這來自於哪裡的 是歐洲的 歐洲的是不是 所以這個已經是 剛好大家要擺搜 成熟了 對 那這很小顆耶 對啊 沒有成熟都綠色的 OK 它成熟以後變黃色 這樣子可以吃的 來 嗑起來 嗯 很軟喔 對 小米茶是軟軟 好吃耶 喔 好好吃喔 但是歐洲的尺寸怎麼那麼小 對 它這個番茄的平均 就是果粒小顆不大顆 它果粒大概是在30到40公克而已 OK 那它營別的地方呢 除了它長得像水蜜桃之外 嗯 它最重要是 它這個番茄 也在我們台灣種喔 尤其是秋冬季 夏天沒辦法種喔 這個它是歐洲的 它適合冷涼 是攀帶國家的番茄 所以冬天它的品質非常好 夏天就不行 OK 了解了解 好吃 哇塞 長這麼大 還真是第一次看到 這麼像水蜜桃的番茄 超酷的啦 而且這裡的奇特番茄 是多得不得了 除了水蜜桃番茄之外 還有金黃番茄 以及帶有紅綠涼色的 芝麻紅番茄等 讓人看得是驚嘆連連 大哥說會從專攻台灣種 跟日本淘汰糧番茄 到今天有三十幾個品種 都要感謝客人的指教 有人吃硬 有人吃軟 有人吃甜 有人吃酸 為了滿足大家的需求 才開始試種不同的品種 也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 不會吧 大哥你這個根本漁木混豬 你種了那麼大一個草莓 跟我說是番茄喔 對啊 這個是我們今年測試的 新品種叫草莓番茄 這個叫草莓番茄 對對對 這個很可愛 你可以採一下看 這個你看 我跟你講 我可不可以從這邊拔 可以 採它這個蒂頭的地方 蒂頭的地方 蒂頭這邊有一個結尖 對對對 從那個結尖 各位你看 採一下就可以了 它多像一顆草莓 對不對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草莓 但它是番茄 你們說是特殊品種是從… 特殊品種是我們這邊這一區 栽培就是說我們的番茄品種 都要從國外進口中 對 種子以後一定要在台灣測試 一年它的生長 開花結果產量品質 OK的時候 是 我們第二年才會推出新品種 你自己吃過沒有 還沒有吃過 你要不要吃吃看 它皮很薄 肉很細 你要不要吃吃看 很紅 超讚的 超讚的 皮薄肉細 有 汁多 那一顆沒有這麼紅 這顆更紅 如果不喜歡吃番茄太重味道的話 這個就很好選 因為它汁非常多 有沒有 想要看爆漿嗎 我一個手一捏的話 它只會爆漿 當然我不可能這樣被帶番茄 對不對 你們不要想看到這個畫面 我只是就告訴你說 它汁真的很多 有沒有看到 我輕輕的一起它的滴了 好 厲害了 明年在台灣就可以吃得到啦 對 這個可以吃得到 市面上都可以吃得到嗎 可能在我們這邊還吃得到 草莓番茄 好可愛喔 對不對 不錯 不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厲害的 好 我要帶你去看 OK OK 好 你看看 這畫面像不像是紅通通的草莓 偷偷躲在番茄園裡 真的是太可愛了 馮大哥說 為了讓他的番茄王國 品種更加多元 他每天仍然會從國外 引進八到十個新品種 來進行試種 經過至少一年的試種期之後 新品種番茄 如果能夠適應台灣的環境 再加上外型跟口感也有賣相 才會正式的大量栽種 與遊客見面 哇 這根本就是一個南瓜嘛 對 我們這個品種 很多小朋友說 媽媽 我有嚐到南瓜番茄 對啊 這個品種它是來自於 南美洲的白玉番茄 白玉番茄 對 因為我們這邊做觀光休息嘛 那每個客人來這邊買番茄 標準不一樣 有人說要吃茄紅醋 有人說要吃甜的 有人說硬的 有人說什麼 有人說老闆 我天生就喜歡大的 我不喜歡小的 然後他就問說 老闆 你有沒有那個 一手無法掌握的番茄 我說 什麼是一手無法掌握 他說 很大的啊 我看大的壽能品種看 就是這個品種 欸 這個真的很大 你看到沒有 你看我的拳頭放在旁邊比 這就大小的 而且它還沒有半紅 對 它成熟的話是這個顏色 成熟的話就是黃色的 對 對 對 OK OK 也很大 有沒有 它這個大概都有半斤到兩斤之間 了解 了解 最大的是有將近兩斤 將近兩斤 它可以有沒有最大 全世界最大番茄是多大 這個品種算是 我們像目前引進來說 世界最大的 世界最大 就是貿易商幫我們找的中子 對 對 對 台灣還沒有這麼大的番茄 OK 真的沒有虎人 這顆全球最大的 南美洲白玉番茄 大到連一個男人的手 也無法掌握 除了果形巨大之外 在它成熟之後 會轉為淡黃色 再加上皮薄肉細 更是超吸睛 從一開始的水蜜桃 一直到巨霸番茄 大哥的農場 真是處處是驚喜 接下來大哥要帶我們去看 特殊的雙色番茄 大哥 這個也是番茄喔 對啊 這個番茄 這番茄很漂亮 而且它有點像藍莓 有點像那個圓茄子 圓茄子一樣喔 那它這個番茄的品種是 正常是黑色的 那因為台灣現在 十月份溫度很高 所以它還是變紫色 紫色的 那冬天地溫會變黑色的 那但是它這底下 為什麼底下 為什麼是這個顏色的 你看它照到陽光的部分 它是會變成彩色的 就變黑色 紫色的 對 那沒有照到陽光 你看它這底下都是綠色的 陽光是它的調色牌 陽光越長它的色彩就越黑越紫 是 那底下照不到怎麼辦 就曬黑的嘛 沒有擦防曬油嘛 對 那底下怎麼辦呢 我現在有一個 秘密武器就是底下 反光 就像我們人在拍戲的時候 要反光片有沒有 對 要補光 補光的話它底下的時候 你們現在還沒有試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準備要試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對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 空站的底下 它就是可以讓它直接 達到反光效果就可以 這樣的話有可能 現在還不知道對不對 對 但照道理來講的話 有可能接受陽光這樣反射的話 它底下也會變得黑黑的 對 會比較黑的 那這樣賣相會更好喔 因為這個番茄 如果可以做到80%或90 黑的話 紫的話 這個賣相就會很好 哇塞 原來番茄已經超乎 我想像當中的顏色了 我本來以為就紅色黃色 就已經夠厲害了 居然還有黑色番茄 對 還有黑色番茄 在老闆的心情耕耘之下 休閒農場的名氣已經紅遍全台 不管是平日或假日 總會看到滿滿的遊客 西家帶卷的 一起來採番茄 認識番茄 甚至許多學術單位 也會前來參訪 吸收更多的新吃 只要走進彭老闆的農場 保證讓你是滿載而歸 除了採番茄之外 這裡還有新鮮現打的番茄汁 酸甜滋味超好喝 還有養生的五星番茄盤 讓你嘗鮮順便補營養 這麼多特色番茄 你一定很好奇 它究竟是什麼滋味吧 想知道嗎 趕快帶家人朋友們親自來品嘗吧 這個很多耶 你這邊真的是番茄王國耶 對 這個呢 那個是金棗番茄 金棗番茄 真的好多喔 這個呢 佛羅里達的 這個 很一樣 黑番茄 一個很特別就是這種叫 義大利羅馬番茄 義大利番茄 義大利很多 為什麼義大利這樣 真的啊 因為義大利啊 它的多久的 真的 你看義大利啊 義大利喔 對啊 有小朋友說 媽媽我產到胡蘿蔔番茄 胡蘿蔔 為什麼一條 好 它在冬天中最長二十五公分 真的好 厚一點 哇 難怪 這個番茄的最大特點 採下來放在桌上 一個月不會壞掉 超硬的 所以說煮義大利醬啊 為什麼他們煮的義大利醬 很濃稠 為什麼特別好吃 跟番茄有關 除了享受柴果樂 品嘗水果大餐之外 這裡還有甜椒 草莓 水果玉米等有機蔬菜 也都能夠採摘喔 今天我來到客家子弟彭大哥的農場之中 聽著他講述創業的艱苦 看著他豐碩的成果 我想吃的苦中果物 翻為人上人 這幾句話 著實是彭老闆人生的最佳寫照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莫薩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 疊病